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啊 在基督里 我父您饶恕我们 感谢我父赐予我们如此庞大的奥秘 我父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爱您 我们爱了您多少 使我们领受多少的爱 我父 您给了我们新的诫命 正是让我们献出心 献出生命来爱您 献出生命 爱上帝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获得智慧 我父我们带着难过的心来到了主面前 我父的话语正是我们的粮食 求我父使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 解决自身的问题 使我们越来越好 使我们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站稳在磐石上 在这世上做光 给身边的人照亮出来 照亮身边的人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祝愿您的心愿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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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四阶段悔改呢 有些信就说了 牧师啊 为什么要做四阶段悔改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四阶段悔改呢 为的是改变我们的命运呀 为了改变大家的命运 也是为了改变我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接触好的果实呢 我们遇到困难了 遇到一些遭遇了 或者说有些人现在特别顺利 觉得眼前特别顺利 就不再认罪悔改了 结果又走向跌倒了 就比如说小孩子每天只喝一杯奶 喝一杯奶就能睡好 也能喝好 那么逐渐地成长了 这一杯牛奶就不够喝了 那么我们在基督里 也是逐渐地成长起来的 我们的信仰也是要逐渐地成长起来的 小孩子在吃奶的时候特别幸福 特别开心 那么随着成长 吃的饭量就不一样了 因为需要做的事情也不同了 需要吸收更多的养分和营养的 有些人都说 哎呀 朴牧师啊 怎么感觉越来越难了呢 这并不是难的 好多人嘴上喊着主 而我们要实在地遇见这位主 圣经全都是主啊 圣经就是我们的主啊 我们要遇见这位主 我们带着难过的心来到了主面前 我们身患了疾病 或者说经济上遇到困难了 或者说眼前的 眼前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了 遇到坎坷了 这时候找不到出路 眼前是漆黑一片的 没有找到正路 没有找到出口 这都是因为眼前黑暗 看不见出口啊 带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总会走向黑暗 总会遇到困难 经济 上帝告诉我们 世上并不是以前为中心的 而我们在生活中 谁都会需要这个钱 谁都需要这个经济 真言十九章七节 没有钱财的时候呢 被亲兄妹也嫌弃 而上帝把这么好的祝福 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 神明记三十章十五节 上帝把好的祝福摆在我们眼前了 我得不到眼前的祝福 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 眼前漆黑 看不见眼前的祝福 那么好多人用理论来想 哎呀 那我要琢磨清楚了 我们再怎么琢磨清楚 我们看不见眼前的祝福啊 光靠着琢磨 我属于黑暗的时候呢 看不见眼前的祝福的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 而有了光 有了一束光 我属于光的时候 我属于光明的时候 就能看得见眼前的祝福了 那么遭遇困难了 遇到困难了吗 恳紧来到基督的光里边 属于光了 就能看得见眼前的祝福了 我们找一下 一副所书 五章八到九节 因为这位光 就是我们的耶稣啊 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 耶稣就是光 有耶稣在的地方 医治疾病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耶稣就是光 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就听的是假的讲到了 好多人说 哎呀最近怎么跟要发疯了一样 好多人说 我快变疯了 我快发疯了 为什么会发疯 为什么会变疯呢 当我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因我的罪恶 因我祖上所犯的罪恶 导致自己发疯 导致自己疯狂 以福所书五章八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么建议大家读到 从网上读 从第五节开始读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以福所书五章八到九节 一二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将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阿们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了 儿女不顺利 或者丈夫不顺利了 妻子不顺利 或者我个人不顺利 心里很是郁闷 很是痛苦 很是担心 很忧愁 这说明这全都是属于黑暗的 约翰一十五章十九节 这世上全握在恶者手里 这世上本身都是黑暗的 我们都属于黑暗 大家和我们曾经都是黑暗的 所以遇到困难了 很苦闷的时候 甚至去找算卦的 甚至去找看风水的 有些人甚至去找挑大神的 那么怎么有了风水呢 在这世上找不出答案 然后呢就开始靠风水 研究风水 在这世上 好多人找不到出路 就要通过自然界 来寻出一些办法 而这世上 这世上全都是水 无论是水面上 还是地面地下 全都是水呀 那甚至坟墓里 也全都是有水的 坟墓里都会出水呀 大家知道 坟墓为什么是 凹出来的吗 世上的历史哲学 学得再多 研究再透 最终还会领悟 唯独上帝的话 有是真理呀 我们遇到困难了吗 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困难 这一节都是因为 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边 我没有属于主的时候 一切都是困难的 那么主是谁呢 马太福音16章16节 主就是基督 就是上帝的奥秘 正是四季段悔改 原来都是因为 我没有做四季段悔改呀 我今天遇到金老板 哎 金老板突然特别固执 也不忍让 甚至跟我分得不公平 而且还自己强自夺理了 怎么这个样子呢 那么通过金社长来 照清自己的样子 他就是我的镜子 格林多前说 实际上是一些通过金社长 照出的是我的良心 是什么样子的 哦 原来我是个这个状态 我原来没有属于主啊 这才是真实的答案 而我们呢 光顾着数落人家金社长 夫妻之间也一样 全能者上帝呀 上帝可是爱呀 上帝是全能的 创世纪17章1节 而这位全能者上帝是爱 是满满的爱 约1书4章8节 上帝如此的爱着我们 甚至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了我们舍了自己的儿子 罗马书8章32节 这么爱我们的上帝 为什么会让我遇到 这样的一个妻子 为什么会让我遇到 这样的一个丈夫呢 我们在成长的环境中 有些孩子呢 如同生长在温室中 从来没有被挨骂 都是温温顺顺的 怎么突然嫁了一个丈夫了之后呢 就开始变得这么的破烂呢 丈夫的心思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多人说 哎呀能嫁个好丈夫 就能改变命运 这话是没错的 而我们身上都有罪 我身上有祖上的罪 也有我的罪 我们祖上犯了什么的罪过 如是展现在我身上 按照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让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好多人 算卦呀 又是 看什么生成八字呀 看来看去 还是会按照自己 所种下的遇到一个 丈夫或者是妻子 加勒太师路上七节 我们种下什么就得什么 好多人生了孩子 担心自己孩子的婚事 希望能 找个好女婿 或者是找个好儿媳 而 无论我嫁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按照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上帝如实地 会让我 上帝会如实地把这切 如实展现在自己的婚姻中啊 萨摩尔记上十六章十四节 好多儿媳 嫁 嫁进来的时候 很受温顺的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的破烂呢 甚至 都能全打脚踢的 甚至要打丈夫 然后好多人就开始数落 哎呀 我在这个儿媳没有找好 就别怪儿媳 这都是我们祖上所犯下的罪 也是我们自己所种下的 上帝给我们 安排这一些 为的是让我们认罪悔改 通过对方的形象 通过对方的面孔 通过对方的状态 来认识到我的模样 是什么样子的 肯定是一样的人 遇到一样的人 一类人遇到一类人 好多人说 我可不是这样子的 都是他的问题 绝对不可能 上帝说 我们都是一样的 通过对方来认清我自己 学会招镜子 无论我的丈夫犯罪了 别随便定论别人 赶紧承认 这就是我的状态 这原来就是我的模样 这样认识悔改 就能属于主 属于主了 才能得到答案 属于主的时候 才有光 菲利比说 二章四节 属于主了 一旦有了亮光 就能明白一切了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有了亮光才明白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黑暗的一片钟呢 都不知道自己掉进水沟里了 好多路走不了 却掉进水沟里 拉着手小心翼翼地走 醒醒了 但是再怎么小心翼翼 还是掉进水沟里 因为没有光 看不见呀 哎呀 一不小心 怎么又跳进这个悬崖里了 怎么不小心 又走进这个下水沟里了呢 这都身为眼前是漆黑一片的 看不见呀 想小心也看不见呀 眼前明亮了 就能看得清了 眼前黑暗 说明我没有属于主啊 属于主了 就会怎样呢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 属于主了 这时候是有亮光的 所以一定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识悔改呀 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 我遇到困难了 我现在很郁闷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明我根本就没有属于主 那么今天 无论是昨天我认识悔改了 今天我还要认识悔改 时时刻刻靠着基督的保险认识悔改 上帝告诉我们 只要进入到主里边 就有光 而我们人全都是罪人 我们人全都是属于黑暗的 都是说谎的 我们曾经是属于黑暗的 而当我们属于主里边了 就有光了 有了光就能引导别人走正路 首先自己也会走正路 所以现在身上有了疾病了吗 遇到困难了吗 首先来认清我现在是不是属于黑暗呢 那么属于黑暗的人 赶紧来进入到主里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识悔改 属于基督了 就有光了 只要做了四季段悔改 就有基督的光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只有做四季段悔改呀 做牧者的 首先要认责悔改 属于基督了 再把这基督的爱 分享给身边的人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牧师啊 要从上帝那里获得智慧 明哲知识与谨慎 我们说这个人是善良的 还是不善良的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不属于基督的都没有善良 好多人说 到底什么是好的果子呢 什么是接触好的果子呢 耶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患者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九个全被判离开了 只有一个回来 我的生活中的状态 我的一举一动 就是我身上的果实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识 就悔改 我属于基督了 这时候才有光 世上的学问学得再多 还是黑暗呢 世上的博士学位学得再多 还是属于黑暗 而我们呢 总是在黑暗里寻找答案 在黑暗里去询问一些 这个那个的 结果呢 还会跑到下水沟里了 我们要来到主里边找答案 所以不需要找人咨询 遇到问题了 赶紧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属于基督吧 属于基督来遇见上帝 只要遇见上帝了 心愿获得实现 我们呼喊安门 所以这时间是多么的珍贵的呢 做四季段悔改 这四季段悔改 这上帝的奥秘是多么多么宝贵 是多么多么的珍贵呢 上帝辞于我们如此珍贵宝贵的奥秘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得救恩 而且这是多么容易的呀 只能 只要承认我是罪人 只要承认我是罪人 主啊 我是罪人 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得救恩呀 那么光明接触的果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光明接触的果子首先是良善的 在这世上都喜欢良善的人 哪怕我是个坏人 我倒希望找一个好人 我倒希望找一个良善的人 都希望别人给我推荐一个善良的人 只有在主里是有良善的人 果实 接触好果实 我平牧师的果实 就是我的一举一动 我的生活中 我是不是接触果子了 我是不是良善的 我是不是正直的 我是一棵葡萄树 寄出来的 既然是葡萄 而我是个荆棘的话 寄出来的全是刺儿 我就是我的果实啊 我的一举一动 我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我生活中的状态 就是我的果实啊 我们没有成为义人的时候呢 自己在毁自己 自己毁了社会 也毁了国家呀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 只有义人是做爱国者 只有义人是爱国的 首先我要属于主 这时候才是属于亮光 这时候呢 才能结出美好的果子 行为上是良善的 我们都希望找个良善的人 我们都希望找一个良善的人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盘子是什么呢 这个盘子看着是大的还是小的呢 我们外表有高的有矮的 但是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心能装满整个宇宙呢 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呀 好多人说我要看良善的人 我要寻找良善的人 我是良善的 才能遇见良善的 一定是一类人聚在一起 一定是一样的人相遇呀 我良善的时候才能遇见良善的人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我们属于主了 才能是良善的 我是乌鸦的话 只会招乌鸦呀 我是个麻雀的话 只会招麻雀 所以首先 我就是我的果实啊 我是不是结束良善的果子了 我没有结束好的果子的话 我整会去下心水沟里了 我们在现实问题中 遇到困难了吗 赶紧领悟啊 我赶紧要属于主里边 遇到事情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赶紧属于主里边 记住到主里边 在主里边有亮光啊 有了主的亮光 就能看得清一些 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这时候 这时候 接出来的果子 一举一动 自然是良善的 大家 我们每个人 认清一下 我的一举一动 我有接出 良善的果子了吗 我现在心里喜乐平安吗 我有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吗 有些心就说 哎呀牧师啊 朱罗斯这段悔改了之后 就能明白一切了 真的看得见了 是的 有了亮光就能看得见了 就看清楚了 怎样才能成为良善的人 属于主了 才能做良善的人 良善的人是义人 是拥有幸福的 罗马书四章六到九节 义人是幸福的 只有义人是幸福的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义人的心愿是获得实现的 义人的心愿是实现的 真言二十章七节 义人的儿女是领受祝福的 好多人说了 哎呀 您的家庭怎么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三代呢 首先来认清我自己 我有没有做义人呢 在这世上上帝告诉我们 是没有义人的 罗马书三章十节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属于主了 这时候成为义人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了 我的罪又靠着基督的保险 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是义人 义人的一举一动 是真实的 义人是真实 也是真诚 也是实在的 也是良善的 好多人说 我的丈夫怎么这么爱说谎呢 首先认清我自己 我就是爱说谎的 照了镜子之后 还嫌弃照镜子里的自己吗 哎呀 照了镜子之后 我原来是个这个模样 我干净洗洗干净吧 这才是照镜子 大家要学会照镜子 无论遇到什么的情况 那都是我的镜子 都是我需要认识悔改的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才能进入到主里边 唯独四阶段悔改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唯独四阶段悔改 只做四阶段悔改吧 唯独四阶段悔改 无论我们出了门 遇到什么的问题了 遭遇什么的困难了 我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没有属于主 始终属于黑暗呀 赶紧认识悔改吧 赶紧做四阶段悔改 属于主里边吧 正是因为我心里的罪 没有洗干净 导致我不平安 导致我不幸福啊 好多人闭着双眼 就以为谁都看不见自己了 就自己看不见自己 别人看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赶紧做四阶段悔改 睁开双眼 看得清一切 使我们领受祝福 使我们的儿女领受祝福 使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 我们呼喊安门 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赶紧记录到主里边吧 唯独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属于主 四阶段悔改就是光啊 有了亮光就能看清一切了 这时候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是良善的 而我们的生活中行为并不良善 并没有做艺人 并不是真诚真实的 做四阶段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 结出来的果实 行为举止上是良善的 是真诚实在 诚实的 我们可以问一下身边的人 我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呢 相互问候一下身边的人 我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一举一动是什么样子的呢 不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就自己不认清自己 所以随便犯罪 为所欲为 我闭着双眼 我就什么都看不见 而以为别人也看不见自己 而别人却看得见我的作为 我自己却认不清自己的行为呀 而睁开双眼了 就看得见自己了 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主里边 有了基督的亮光 是我看得清自己呀 那么为了得到基督的光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做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不停地祷告 就是让我们不停地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 上帝的话语是最高的 上帝的话语是最大的 我们赶紧进入到主里边吧 进入到主里边 这时候行为举止上是良善的 这时候是获得幸福的 是属于一人呢 幸福的人脸上是喜乐充满的 我们看一个人在争吵 争吵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 而在主里边是幸福的 喜乐充满的 那首先来认清自己 我是真诚的人吗 我是喜乐的人吗 我是不是诚实的呢 我有没有做四季段悔改呢 我的行为举止是什么样子的呢 做了四季段悔改之后 又背叛了 那说明我又离开基督 我成了背叛的人呢 耶稣抑制了我的疾病 而我去离开耶稣 背叛耶稣 首先认清我是个背叛的人吧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听了四季段悔改了之后 还背叛四季段悔改 说明我是个恶人 是个背叛的人呀 首先来认清我自己的行为 首先认清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真诚的人吗 我的行为即使上是良善的吗 如果我身边的人不喜欢我 说明我没有做光 我没有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昨天去了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门口 鞋子摆着乱七八糟的 我就一个一个 把鞋子摆得整整齐齐 然后当时店主就亲自出来 整理这个鞋架子 我的行为举止良善的时候呢 处处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而大家我们出了没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了吗 我们吃饭的时候 一定是洗好了碗 才有盛饭的 我们献礼拜的时候 肯定是先认最悔改了 才能献礼拜呀 无论遇到神的事情 赶紧先认最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进入到主里边 首先要认最悔改 属于主了 只要属于主了 这时候才能行为上良善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讲到时间刚刚有二十分钟 那么 祝愿大家至少悔改 认最十分钟的时间 属于主里边吧 有些信就说了 哎呀牧师 我跟我的爸爸关系不好 我跟我妈妈关系不和睦 我跟谁都挺和睦的 就跟我的兄妹 关系不和睦 但凡跟谁关系不和睦 说明我还没有属于主呢 赶紧认最悔改这部分的内容 赶紧进入到主里边 心愿获得实现吧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一席的祝福 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 您实在是真好 我父 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爱了您 我父 我们怎样才能爱您呢 只有在主里面 使我们获得上帝的爱 只有属于主了 我才是良善的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是真诚 实在 诚实的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种下善果子 能帮到身边的人 我父 一直我很郁闷 很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求主使我们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使我们属于主里面 在主里面找到答案 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 来认罪悔改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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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遇到什么的问题 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使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从黑暗中脱离出来 属于基督的光 求主赐予我们智慧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